我七十了,七七个月 你没见我昨晚演了,演了拍摊摊摊摊 我晚上要做几件的 中环街市拆转我们车 中环都说七八十年了 这间街落我还是第三代 没有一代的我都知道 因为要进去,你来这里找中环 所以我说不用买东西 你除非你靠调,人家说要去买东西 你来吃东西,靠调一餐 那你又不需要找我 这间很老字号的 个个都知道这里卖凉环 有些人客要求要新鲜羊纜 不冰鲜,天红地 这里个个来买液的街坊 都是讲个信志 一脚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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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纜是新鲜羊肉当先有 第二道没有 说起吃羊肉 大家只想起羊腩煲 但其实羊肉还有很多种食法 不一定要羊腩煲 就这样炆軟就吃就可以了 通常就煲汤好些 药材代变药 適合自己身体 你需要补血的 就放些补血的肉 需要其他青人 就放些青红萝卜 就放些毛巾 打边罗 全部都可以 不过你还要炆軟 再拿去烤肉 就可以了 那些骨子 有些人喜欢喝酒 有些骨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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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叫做 更多 很厉害的 以为羊腩是最好吃 其实会吃 一定是吃这个部位 我自己吃 就吃这块 由这里到这里 我就不吃羊腩 这个位置厚肉 第一件 这个位置滑 没有那么多油 这些没有油 一些油没有油 以前我们福建乡 人家说滑点最好的 对 所以我之前买 是买那个高通 这是羊手 吃的当然是前脚好 前脚滑 后脚 通常煮汤 多些肉 这个不行 一定要炆煮 这些东西 起码最大油 要两个小时 煮得软 才能吃得到 不是慢火 慢火 总结时间 就要两个小时 就算平时吃开 全羊宴的朋友 都未必见过他 因为平时老板 会收起他来买 肉仔 不是不够 是全面买 一口就几十只 就是这样的 鸡肉那么小 这么多东西 你为什么要这么大 你要喝东西 是吃的根 是吃的不够 可是老板 除非你 能吃的不够 所以我们可以带路 你去看路 那边 我带路 你带路 你带路